好 那我们已经在这个 压科技传的外 我也都封上一圈的 和12磷主赞日本小蛀 那我们一样结束的时候 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多前进这个六米的猫眼 然后再前进几颗 三四颗的这个日本小树 到背面去去做打结的动作 那结束之后 我们另外就是再拿一条线 一样做打结 这一次我们要在这个 第一颗的六米猫眼的左右 各缝上一颗六米的猫眼 但是我们家租的方式 我们就是先在 不管你是从这边 从第一颗猫眼的右侧开始沿着这样子上来 或者是你从猫眼的左侧加肚针 然后沿这样子的方式边置都可以 只是方向的问题而已 那我们从第一颗猫眼的边缘 由背面往正面穿出 前进这颗猫眼 再加第二颗猫眼 好那我们就把它沿着这个第一颗猫眼的旁边 把它封起来 那一样我们尽量让它内说 因为线如果你往外的话 它的柱子会朝外面的方向扩散的感觉 那我们要让它比较集中 所以我们就往亚克力的这边缝进来 那一样再回穿这颗猫眼一次 从这个第一颗跟第二颗猫眼的中间出针 再前进猫眼 再次 因为这一根猫眼等于是我们起针的位置 所以我们来重复的来编织它一次 然后再回穿到这个 这个猫眼跟 等于是第二颗猫眼跟我们第一颗 这个外围的这个十二岭的中间出针 因为我们又要在这个第一圈的 这个十二岭的日本小猪的外侧再缝一圈 这样子 那一样就是加两颗猫回穿一颗的方式 或者是你要快速的用起 用加比较多颗再陆续回穿也可以 好 就这样子 我们也是在这个第一圈的这个十二岭的外围 再缝上一圈十二岭日本小猪 那一样也是这样绕过来 但是回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留第三颗猫眼的位置 等一下回头这个会这样接起来 那就这样子一圈过来 所以到这里的时候你要记得 我们可以用笔先做个记号 这个位置大概就是在这里 这是我们第三颗猫眼 差不多要入针的出针加珠子的位置 所以到这里你就要停下来 好 那我们就继续编制 那到这个水滴的正上方的尖端的这个正上方的位置 那我们要来给他一颗6米的猫眼 好 所以这个位置你要稍微就是到这个附近的时候 你十二岭的日本小猪要稍微的调整一下 好 如果他那个位置没有办法在让这个猫眼在正中间的话 你可能就要把这个距离放大 或者是少一颗竹子 宁愿少一颗竹子 让这个 因为这个将来我们要做那个坠子的头的地方 所以这要在正中心点 那一样因为是6米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稍微的再回穿一下 就是加这个6米的猫眼之后 我们要再回穿一次 因为他单颗 那尽量入针的位置跟出针的位置 都在同一个位置上 这样再回到这个猫眼的地方 然后我们才再继续做编织的动作 那这个等一下 在出针的位置就一样要贴着这个猫眼跟前一段的日本小猪的边缘 再去做延伸的动作 那就这样子 再继续一样 你加两颗回一颗的方式 那记得到这个点的时候要停下来 这要加另外一颗猫眼 现在已经来到我们这个刚才做记号的这个位置的附近 那这里我们这个位置 现在的剩下这个记号点 跟这个我们目前编织的这个位置中间的距离 要放几颗珠子 那我们稍微的来做一个小小的 就是先预扑一下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中间要放几个珠子比较适当 那我们目测看起来它是加两颗珠子会比较适当 那我们就试看看 我们直接加两颗 两颗的12灵小珠 这里两颗新的珠子 然后再加上这个猫眼 然后我们来直接的这样子套看看可不可以 那你会发现是不是还有一个距离 这个猫眼跟这个之间 第一颗猫眼中间还有一点点的距离 那我们就把它猫眼取下来 这个只是在预估而已哦 那我们再加一颗 等于是加三颗的12灵小珠子 那我们来看看是不是 这样就差不多了 看一下我们可以一样前进到这边来 没有关系 这样会看得比较准确 那是不是就差不多 差不多是三颗猫眼的左右的距离 所以我们来加这个 这个再加这个6命的猫眼的位置会比较恰当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些猪子通通退出来 比较好的方式是把针拿掉 好那我们一样就是以你编制的方式 好那我的习惯是加两颗回穿一颗 那我就退到剩下两颗12灵日本小猪的位置 两颗 好那因为这个位置我总共要加三颗嘛 好那我一样的穿法 那已经再加两颗了 还要一颗 那这一颗柱子我们一样把它固定住 好或者是你要 嗯 直接夹6米的阻止进来 那就肩膀靠肩膀 6米的阻止是紧靠在一起的 好 那一样做固定的动作 那这个线我们就出针的位置 我们就尽量往压克力的内侧 好就是往内侧穿出 好不要往这个外面 不要往这边好 尽量是靠在这个 12灵的日本小猪的那个中间的那个位置出来 一样这个要多回穿一次 因为它是6米的柱子比较大 那尽量出针入针的位置都在同一个点上 会比较漂亮 那这一次我们就要把它前进到第一颗的6米柱子的位置去 等于是把这三颗柱子给结合起来的意思 好这样子 好那一样就是做一个收线的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上面再补上其他的柱子 那接下来我们要在这个3颗的6米猫眼的上面 我们再加接4米的珍珠 那一样我们就是在这个6米猫眼的上方入针 因为4米的猫眼它也有一个厚度 所以我们一次只加一颗就好 然后一样回穿 因为是持针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要再回穿一次 因为是持针的地方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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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那加完四颗的猫眼之后 四颗的四名珍珠之后 我们一样就是加十二领的日本小猪 那比较特殊的是在这个部分 在我们前进到那个中间的顶点的时候 我们中间的部分只要前进 这一颗猫眼就好,六蜜的猫眼就好 就这里一直穿,穿到这里来的时候直接穿过它 然后再继续变形这一侧 那这个左侧一样我们大概目测一下 这个位置差不多快到了时候 我们要像刚才在测试这个这里一样 那我们目测这个已经快要到四蜜珍珠的位置的地方 我们就要稍微的来测试一下 我们这样子比对过来的话 大概还要在四颗左右的日本小猪 那我们直接以四颗来测试看看是不是可以 所以直接加四颗的十二领 四颗然后再加四颗四蜜的珍珠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结束之前是结束在四颗的四蜜的珍珠上面 要跟起端的那一边是一样的 那我们试看看 这样子是不是还没到那个距离 所以很显然四颗不够 这里加四颗不够 可能要加到六颗 那我们就再来测试一下 我们直接把这四颗的珍珠退出来 因为我们要先知道说 还要再加几颗日本小猪 我们要来平均一下那个距离 那我们就直接再加两颗 因为线上已经还有四颗 所以我们直接再加两颗日本小猪 然后再把这四颗珍珠再穿回去 那这一次我们是加了六颗 日本小猪跟四颗四蜜的珍珠 我们来看看 好像又多了一颗 太急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 就是在这个缝隙 我们目前在线上是有六颗的珠子 那六颗很显然太多 四颗又不够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加五颗 在这个中间加五颗的日本小猪 那现在所有的珠子全部退出来 然后再把这些珠子 五颗的日本小猪 还有四颗的珍珠把它缝上去 珍珠的部分我们一颗一颗酱 珍珠的部分我们一颗一颗酱 我们回忍堆 那最后一刻记得我们要再前进这个刚才的这个六迷的猫眼的部分 我们把它做一个结合的动作 好那我们就把它收到背面去做收线的动作 那一样我会稍微回穿这个布子布前进一点点 然后再由刚才前进的那一个针木的一半中间再往刚才的那个出口再出来一次 用这样子回穿的方式把线更老鼓 我们把线剪掉 打你儿子 打你儿子 感谢观看